我先講喔 今天主角是我 陳語安穩交舞客群 聊得來三年後才想婚 舞客群女友陳語安 難得解放世界線出席手錶活動 戴錶比你看手機上面的時間 還重要 因為戴手錶 它不只是可以讓你感受 每一分每一秒 是存在的意義 它也是一個很時尚的配件 她說自己超級手勢 我覺得我身邊的朋友 都滿不準時的 我每一次到了 我大概過了半個小時 朋友們才會陸續提搭 所以那個包含 還好 可是它不太算是吃到很冷 不會 所以三月十四 情人節推薦大家送手給一半 我覺得表款是一個很棒的選擇 那各群哥有送給你 什麼樣讓你印象深刻的 情人節禮物 我們就一起吃個飯 我先講喔 今天主角是我 我其實一直以來都沒有過白色情人節 就是從小到來 不是從小 講從小 好像小時候照顧很多男朋友 不是 就是一直以來 有再過情人節 都是只有過二月十四 那二月十四是什麼人 吃個飯 沒有我二月十四是跟家人吃飯 因為我媽媽她是二月十四情人節生日 所以那天當然也一定是陪家人 所以就帶她去吃好吃的 所以是男友跟家人吃飯 沒有 跟我家人 我跟我家人 那他這樣會被護膚 所以不會覺得很難過嗎 要兩個人一起光嗎 他可以去 晚上的時候 我不會 應該吧 他有對你做過什麼 比較貼心 因為是覺得 好像朋友特別做結 我是覺得很滿足的體重嗎 你特別會很羞受 好幼 今天主角是我 還有手錶好嗎 特別 做菜或吃碗片 也不會 但就是會聊聊天 因為我們滿聊得來的 那你有做過什麼樣 比較俏皮的驚喜給對方嗎 不記得啦 不要問 不記得 是平常自己頭吃下 你會頭穿外外的衣服嗎 不 不會啦 我當然穿自己的衣服 我自己有衣服 可是有些女生會喜歡 比較喜歡 男友的尺寸 那我就自己去買 男友衣 自己去買 那個什麼 男友尺寸衣服 像她的牌子 有啦 有支持啦 是說吳克群 差不多到了四十歲 四分年齡 小兩口對未來有規劃嗎 我覺得我自己 現在也是以工作為主 差不多到三十歲之後 我才會想這件事情 對啊 所以距離三十歲 最後才有三年多 所以慢慢猜不急 Boi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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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